B101第21章 出第二个部分 好 找位置 好 第一笔的七笔点 写作标 收笔点 好 这是传统的问法 好 我们来看 放大讲解 好 一看到这个A 就会发现跟以前不一样 因为呢我们之后 就要靠颜色来分辨笔顺 不会一个一个 不会一个一个一笔一笔问 好 第一笔的话是黑色 好 这边重讲黑色 好 第一笔的部分是黑色 有的小朋友说 不对啊 老师你做错了 每个小朋友都跟我这样讲 20个有19个说老师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会说学校教的时候 就是说先左右 后上下 或者是说 有左右的先写左边 有上下的先写上面 但是大家都忘记了有一点 如果有中间的 应该要先写中间 因为这样比较好定位 所以第一笔是这笔 好 坐标 坐标 开始数几号 1 2 3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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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边都是5楼 这边都是5楼 6 7 8 9 10 这边都是10楼 11 12 13 14 15 好 超过15 要写几号 诶 几楼 16楼 好 到时候收笔点 会在几号几楼 这个老师问题就写错了 应该问几楼就可以了 好吧 那你可以写 收笔点的话 你其实可以写10号 几楼 好 1 2 3 4 5 6 大概6楼 好 10号这个地方 你如果要写9.5也可以 写10也可以 都可以 因为呢 这样9.5写下来 中间的部分会是10 好 第一题 起笔点 在 9.5号 16楼 好 坐标 请自己写上去 好 收笔点是几号 写10号 好了 几楼 6楼 从16号写到6号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题 好 第二题就是新的了 好 好 现在不是第二题的问题 它是一个叫做 简式回圈 从 除了第一笔之外 其他笔要从这个地方找出来 它有可能是要连线 这边有几个选项 也有可能要写坐标 或者是直写号 或是直写楼 好 好 有均间的要画出圆圈的记号 空间的意思 好 有时候要对待线的中间的上面呢 下面一点点 或是左边一点 右边一点 好 接下来就是积点中方向 好 好 接下来 那我们来看第二题 那老师目前 因为还要配合这边 所以呢 这样讲 还是不清楚 我们还是要放大来讲 那你小配合线机 有这个连线 也有坐标的 或者是均间的 中间还有时钟的 要记起来 因为等一下老师讲的时候 就是会讲过去 好 好 我们还是放大讲解 比较清楚 好 接下来 第二笔是哪一个 好 这个粉红色的 所以是这一笔 然后转折点 好 这透视原理前面已经教了 所以知道的都要右边高 好 重点是很多小朋友 这个字写不好的地方 就是这笔都会写太高 好 所以我们写的时候 不要从上面这样对下来 老师已经在教你们技巧 你就记好 老师教学经验呢 是 是 这一段的中间 就是大概 这里 11 左右 然后在中间的上面线 你这样就不会写太高 所以你现在就是第一笔就是要连线 连线我就要先打钩 就是说我有做到这个动作 连线 好 从中间的地方 上面一点点写 好 接下来离多远要注意一下 这个比较难 这里中间如果是10 它大概写到什么位置 7.5或7 所以这边可能要写一个 几号就可以了 几楼不用写 几号 老师现在把几号圈起来了 好 下面有写号或楼的地方 这个大概是 算7.5号左右 好了 好 所以第一笔怎么找出位置 从16 第二笔要找位置就是从 中间 好 等一下 歪掉 往上 大概写到7.5的地方 写过来 好 这个就直接还好 就可以直接写了 然后这写出来 好 记得往上弯 往上弯的时候 大概比这边高 一个或两个铅笔心 目前看起来是两个 从9 到10 到11 因为它不是写1 如果写长很1 它只要高低 写长很1的时候 从这边写 比它低什么一层楼的 之前都会这样讲 但是它现在是很斜 所以往上数两个 从这里中间 从这条线中间的上面一点点 然后大概7.5的位置写下来 写到中间超过一点点 到时候超过 写低一点点 超过中心点 从9写到这里 好 接下来下一笔呢 怎么写 下一笔就要对它 这边的起笔点 要对它 画起来 写到哪里 这边都已经写好了 所以只要超过它一点点突出来 你就圈起来 1 2 3 4 好 这里对这里 写到大概多少的位置 几楼高 大概是下面有一个楼的地方 你圈起来 这边写一个5 就代表5楼高 5楼左右 然后写过去 大概也是在它的下面 对其它的下面 这个也很弯的弯上去 好 这一笔要对这里 这一笔也是对这里 好 然后这个 到时候笔法可以教 这个大概几点钟 5点45分的方向 好 然后这里突出来 要圈起来 这里有突出来 注意一下 好 这样我们就分析完了